在和亲王红州的协助下 军机处诸臣总算帮当众指责乾隆皇帝的前锋挽回了一条性命 只是乾隆皇帝的饶恕并非没有条件 虽然没有明说 但和尚明白 乾隆还需要态度诚恳的上乘一道浮辩折子 向乾隆皇帝认错 可和尚来到狱中劝说乾隆 乾隆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稀罕你救 我在乎这条老命 老子棺材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皇上下令诛杀严官 我就能成就一段美名标饼史册了 乾隆劝说不成 和尚只能再去劝说乾隆皇帝 只是乾隆不管怎么说都算是个下属 还同和尚有着不浅的交情 可乾隆皇帝是领导 是上级更是主子 和尚就只能再直接了当了 乾隆皇帝见到和尚便问乾隆有没有认罪 和尚回答 注意这句话是和尚展开劝说的铺垫 他的目的在于帮助乾隆皇帝 回忆乾隆的难能可贵和突出贡献 借此赢得乾隆皇帝对乾隆的饶恕 所以他从私交开始 目的在于引出下面这句话 奴才是去跟他续旧的 从私交延伸到续旧顺理成章 那么从续旧又能续什么 自然是两人之间曾经有过的合作 自然是乾隆的辉煌过往 好了铺垫完成了 和尚可以例举乾隆的过去了 当初奴才和他一块去山东办国泰案 他可是豁出命来办差 在国泰府中超出那么多银子 可他自己却穷得连喝一顿酒的钱都没有 首先乾隆实心认识 为官清廉 这是乾隆皇帝对朝廷官员的一贯要求 后来在安徽当知府 皇上南巡的时候 他头撞凤铜 皇上不但没有降罪 而且还亲自替他疗伤 剑把他当了左都御使 也就是看在他对设计的一片忠心 再者 乾隆行事一心为了大清 一心为了朝廷 乾隆皇帝也是给予过充分认可 并予以减拔嘉奖的 这一回他也实在太过狂妄 不过奴才知道 这个人除了性情可恶 没有坏心眼 有了上述成绩和乾隆皇帝本人给予的认可 和尚再顺势谈及当前的事情 就能给乾隆皇帝造成一种良性引导 让乾隆皇帝念在乾隆的过往表现 更念在乾隆一贯的行事作风 急于宽幼 最后一句话中 和尚先强调了乾隆的性情可恶 再说明乾隆的没有坏心眼 这叫无心成坏事 甚至比有心成好事更值得原谅 成绩表完了 也顺势求情了 接下来自然要为乾隆皇帝找一个台阶 让乾隆皇帝就坡下驴 先皇雍正爷手下有个铁面玉石 孙嘉干 前锋完全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只可惜这个人太招人恨 也怪不得皇上会发这么大的活 孙嘉干雍正王朝中孙嘉诚的历史原形 历史上的孙嘉干乃系清朝著名的刚之征臣 曾经奏请刚刚继位的雍正皇帝 清静兄弟停止纳娟 西北收兵 基本相当于直接拿刀向雍正皇帝的心窝子里戳 可尽管如此雍正皇帝还是没怎么招孙嘉干 因此成就了一段明君和明臣的美谈 现在乾隆朝又出现了一位乾家诚 乾隆皇帝是遵循先皇足迹 其欲宽佑成就君臣之欲的美谈 还是罔顾盛训 诛杀严官 背上一个堵塞严罗的骂名呢 很明显 这是仅有一个选项的单选题 乾隆皇帝已经没有退路了 可乾隆皇帝并没有搭理和尘的劝说 只是继续刚才的话题 你啊 也不要拐弯抹角的为他说好话了 真知道他没认罪 行了 一句话就将乾隆皇帝的态度表明了 我倒是想饶了他 可他并没有认错呀 完了 和尘说了那么多 全都没用了 劝说在此失败了 和尘离开后 乾隆皇帝决定亲往大牢 亲自会会这个硬骨头 来到狱中 乾隆做梦都在喊着要见皇上 现在真见到了乾隆皇帝 乾隆激动下跪 你犯了多少次该杀的罪 真都放过了你 为什么 啊 去万福楼 你一个折子 参了十个都府 结果只查出了一个国态 真没治你的罪 难寻 头撞凤铜 弹劾吴之城 探错了吧 真反而升了你的官 同和尘列举乾隆的成绩不同 乾隆皇帝立举了乾隆的工作失误 而且次次都是要命的失误 可就算如此 乾隆皇帝非但没有治其罪 反而升其官 也算是明君所为 人之一尽了 这次再放过你 也用不着你谢朕的恩了 谢圣祖 康熙皇帝吧 圣祖仁皇帝有疑讯 不杀阎官 这次情况特殊 性质恶劣 乾隆皇帝虽然还是不敢杀了乾隆 但却必须其余严厉敲打 这一次 我虽然还是少了你 但我只是遵循圣祖遗讯 再无其他理由 希望你好自为之 心里有点数 可就算如此 就算乾隆皇帝主动低头 主动向乾隆伸出了橄榄枝 可乾隆还是那副 一心求死的作死模样 非但没有救破下驴 反倒继续刺激乾隆皇帝 臣谢皇上宽人博大 这样臣就更应该尽忠尽职了 皇上 臣这里还有折子 请皇上遇来 乾隆皇帝呆了 愣了 彻底无奈了 心想这位爷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乾隆皇帝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拉开厂子撕开脸皮 掀桌子硬钢吧 好 我们来看乾隆又说了什么 四件事 六四难寻 乾隆爷耗去了国库两千多万两白银 官员贪腐 官风不正 乾隆皇帝非但不管 甚至还嘉奖了几位殷勤价的贪官 争免之战 耗费君想八百万 也只是乾隆爷为了凑足十大武功 朝廷财政日渐窘迫 和尚好不容易找到中阴通商这条生财之路 乾隆爷却不屑一顾 然后乾隆给出了总结性的叫妈 皇上 这说一句识谎 要这样再下去 大清政还能折腾多长时间呢 皇上 真请求皇上 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再好好的 再好好的想一想 看看你干的这些荒唐事 你这就是典型的败家子啊 将大清朝败完你就没心思了 好好想想吧你 面对如此直白的叫骂 乾隆皇帝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心平气和平静对待 其实和这些御史言官讲道理是没用的 人家就是靠嘴吃饭的 论讲道理可谓天下第一 那么该如何将乾隆一击而中 彻底摧垮呢 朱星啊 远胜杀人的朱星啊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乾隆皇帝的朱星反驳 太后大桑 修金发塔 时隔恶书架 你还没说呢 你不敢说 有关太后和朕的家事 你绕开 那么你也不算是一个铁面的御史了 好了 乾隆的为国为民直言 敬见被乾隆皇帝赋予了另外一层意思 军国大政你接连指责 皇室内政你怎么只字不提 原因只有一个 你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你也知道什么说了没事 什么说了就一定会被处置 你这就是典型的已直邀宠啊 什么刚直征臣 什么直言禁见 不过是一见弄臣而已 朕元以为你傻 你不傻 六四难寻 十前武功 修圆明园 修避暑山庄 请大寿 大赏英仪 这哪一件不是中外瞩目 彪秉千秋的壮举 可是在你眼里呢 是一团漆黑 一团黑啊 都是朕大不了的过错 又回到了乾隆刚才指责的内容 乾隆皇帝的这句话 就是要告诉乾隆 就算你没有已直邀宠的想法 但你刚才所抨击的内容 都是中外瞩目 彪秉千秋的壮举 就你知道看不见 或者自己蒙上眼装着看不见 反驳结束 可以给出最后一击了 你知道你最让朕猛醒的是什么吗 是朕倒霉 怎么会让一个瞎子 一个龙子 一个混账东西 还让朕做独御史 诸心之论的巅峰莫过于此 对一个读书人 一个看中名声胜过生命的御史言观而言 被君父给予如此评价 乾隆基本可以自尽了 只是乾隆并没有 因为现在最近已经没意义了 已经没有青史留名的机会了 乾隆最后又会落得何种结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